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照片上留著甜美笑容 把點滴架當成麥克風 超正面的看癌態度 讓這位看癌正妹 施博為乙系爆紅 醫生還沒判我死刑之前 我會加油 我一定會為了你跟家人加油 不要擔心 老公我愛你 老婆最愛你了 不幸的是他在2017年5月 終究離世 但仍走了 兩任丈夫的恩恩怨怨 才剛開始 我壓抑這件事情已經很久了 雖然在施博為生前 我曾經剖過一天文章 來描述我自己的心情跟遭遇 但是 我那篇文章的目的 單單是因為 不堪其勞 我的前妻 包含他分外情的對象 三不五十 就把 我跟施博為的 時事 發文在網路上 不然就是利用報廢爆料公社 來 來 提及我跟施博為的時事 因為這些 這些東西已經壓抑我太久太久 原來在施博為過世後三個月 前夫黃國鋒曾發文緬懷他 但文中卻提及施博為曾經外遇 讓現任丈夫王孝文發文反擊之外 網友也搜集施博為生前貼文 編寫出三篇女孩黑暗心酸 暗指黃國鋒奪走施博為14歲童真 勒索施博為甚至離婚後不給看小孩等等 網友更附上黃國鋒本人 以及夜市攤位發起聚賣 讓黃國鋒不堪其擾 決定控告王孝文誹謗和違反各自法 這件官司不管結果如何 然後民事附帶球場不管判賠多少 我都不想要公開出來 因為我自己本身已經遇到 屬於我的幸福 所以當我知道 王先生被起訴被判刑以後 我也任何沒有意願想要把它公開 我的妻子我的爸媽 皆有受到影響 因為我的妻子很多朋友 包含他的親友有看到新聞 然後再詢問他發生的事情的經過 包含我爸媽周圍的鄰居 還有我爸媽在夜市的攤販的老闆 我覺得這件事情已經影響到我的家人 我的妻子也有可能會影響到我的小孩 所以我才會第一次在媒體面前接受採訪 法院一審和二十人都判王孝文兩月圖刑 拘役30天 但案子到最高法院之後遭撤銷有罪 發回更審 案子進度曝光後 黃國鋒再度受到網友關注還滿罵 讓他決定親自解釋清楚 師伯威跟前男友吵架了 所以他出現在我家 是因為他跟我訴苦 當時師伯威雖然喝醉酒了 他睡在我房間 我在客廳 然後外面有人敲門 我出去開門是師伯威的媽媽 但是師伯威的媽媽 在庭上坐鎮的陣子是指 我跟師伯威睡在床上 而他募集了這一切 師伯威的爸爸在庭上坐鎮 也是說他們有向警方報案 可是當時法院查閱 警方地檢署還有台南地方法院 都沒有相關此案件的紀錄 檢商出來的報告是寫著 有撕裂傷 但是我清楚的知道 我自己跟師伯威並沒有發生性行為 沒有記錄顯示 當年我跟師伯威有發生性行為 為什麼 要一口 咬定是 我本人 在此 發誓 我跟師伯威 當年絕對沒有發生任何訊息 我 當年我跟他 也並不是男女朋友 因為他當時並沒有跟前男友分手 怎麼可能會跟我在一起 黃國鋒說到機動處忍不住哽咽落淚 一堂新婚一年多的22歲妻子 不捨 頻頻幫忙失淚 表示力挺丈夫 清白到底 在認識他之前就有看過這相片 然後 看過了之後其實原本不知道主角是誰 然後認識他了以後 他跟我說了一些他的經歷 我才知道原來那相片的主角是他 經過幾個月的相處之後 我是覺得說 那相片的形容真的 跟我眼前的這個人完全不一樣 他對我很貼心 對我很好 很多事情都會搶著去做 他並不會讓我那麼辛苦 洪國鋒解釋 兩人在有婚姻狀況下 發現施博為另有對象 兩人對話相當不單純 有一個對象 而這個對象 跟他有很親密的互動 也互稱老公老婆 當時的我 有聘請真心社 是一統真心 來協助我調查 而到通姦 在他們所指的 那部分 要進行的時候 要採證 要抓證 那個門檻 我跨不過去 我退縮了 因為我沒辦法面對那種畫面 所以 我退縮了 我不想抓了 就祝福他們 我不想抓了 當時黃國鋒被指控向施博為 索討23萬善養費 每月還需要支付1萬元生活費 其實是為了私慾想要買車 而黃國鋒也不願讓施博為探視小孩 對此黃國鋒解釋 我一直以來都很鼓勵 他多多聯絡孩子 孩子很像他 我也並沒有阻止他看孩子 然而 服養費的部分 在他 生病之後 原本第一次第二次的開庭 他都請假未到 哪個第三次開庭的時候 他有委託律師出面說明 在當庭 我就撤銷 服養費的訴訟 並沒有像 他本人所描述的 在臉書的那篇文章 我對他追殺 不放過他 這件訴訟 到現在還是有公文 面對網路種種滿罵 黃國鋒現任妻子 看在眼裡 不捨在心裡 表示丈夫對他百般溫柔體貼 根本不是網路說的那樣 沒事啦 都會過頭 會過頭 他雖然說身體不方便 也是個身障人士 可是他不希望他覺得 應該說他不希望別人覺得 他跟我們不一樣 他會希望自己看起來像正常人 也不希望別人同情 因為很多事情他會比正常人 比我們還要更努力去做好 針對黃國鋒的澄清解釋 王孝文也表示 黃國鋒表示目前一家人幸福 希望透過澄清之後 大眾能還給他們平靜的生活 而他和師伯為過去的那段恩愛事 他不會隱藏 會讓孩子知道爸爸媽媽 曾經那麼相愛過 地方中心 台南報導